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5日晚 美國參議院以83比11票壓倒性結果 通過了2023財政年度國防開支法案 法案接下來將送交白宮 只等拜登簽署成法 法案包括將為台灣提供5年共100億美元的 軍事援助 這項總押近8580億美元的國防授權法 上週已經獲得眾議院支持 法案計劃提供8億美元的安全援助給烏克蘭 協助烏克蘭抵抗俄羅斯的入侵 法案還將設置60億美元給歐洲威懾倡議 該項目在2014年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時所成立 目的在於提升駐歐洲美軍的應變準備 以阻止俄羅斯進一步侵略 法案還將為太平洋威懾倡議 駐入115億美元的資金 提升美國在印太地區的軍事能力 參與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表示 中共正積極破壞美國的利益 和在各地的夥伴關係 從亞洲到中東 再到非洲等地 這步《國防授權法》將強化美國力量 制衡中共將需要美國與志同道合的朋友 和夥伴間更牢固、更深入的聯繫的協調努力 通過向合作夥伴出售他們需要的防禦能力 在安全和經濟方面繼續實現雙贏 法案納入了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 梅亂德斯提出的《強化台灣銀勝法》 將首次為台灣制定具體的國防現代化計劃 大大加強美國與台灣的防務夥伴關係 法案將授權美國從2023年至2027年 透過美國國務院的外國軍事融資計劃 每年對台灣提供達20億美元 5年共高達100億美元的無償軍事援助 法案還授權總統使用總統撥款授權 每年從國防部提取價值至多10億美元的防衛設備或服務給台灣 法案還包括加快台灣武器採購速度 制定訓練計劃提升台灣防衛能力 台灣軍事評論員奇諾爾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 這個法案最重要核心響定位 是非不約聖則的一個夥伴關係 美台軍事准聯盟關係的確立 代表美國對協防台灣承諾的具體步驟和手段 才會有無償軍緩 以前只有美國比鐵桿盟友 好像以色列這些國家才有無償軍緩 所以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大轉折點 美國姓湯曼斯大學國際研究講座教授葉耀元說 這個也呼應拜登曾經說過四次防衛台灣 將戰略模糊推向戰略清晰 台灣基礎軍備良率不足 透過整合型包裝 令台灣得到實質上軍事升級好處 又不用償還這樣的代價 透過這個法案 可以構建雙邊軍方官員有更好交流管道 華爾街日報報導 美國監管機構15號稱 已經能夠全面檢查中國公司審計底稿 這是有史以來首次能對中國審計公司進行全面檢查 這個重置了在美國交易所上市的中國公司 面臨的3年退市的時間表 十多年來,中國的監管機構以國家安全擔憂為由 拒絕讓美國上市公司會計監管委員會 檢查總部位於中國的會計師事務所 或例行查閱中國公司的審計底稿 今年,美國開始實施外國公司問責法案 規定如果審計機構連續3年不能接受檢查 受審計的公司就會被強制退市 中國政府的立場有所軟化 直至今年夏天,超過160家公司 被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標記為不符合這一身份 並有可能從2024年開始被責牌 美國上市公司會計監管委員會 最近派遣了30名工作人員在香港進行為期9個星期的實地檢查 對其正常檢查小組的人員規模增加了一倍 該委員會發現了很多潛在的漏洞 審計監督機構表示,將在2023年發布檢查報告 自副大西洋理事會的高級研究員傑利米·馬克表示 中國經濟過去一年的急劇下滑 可能促使中共政府作出了讓步 允許美國展開檢查 以便中國公司能夠保留在美國上市地位 中方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失去進入華爾街的機會 在8月份,中美達成審計協議之前 數十家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 已經著手在香港進行二次上市或雙重上市 短視頻平台Bilibili股粉有限公司和百姓中國 阿里巴巴最近將各自在香港的第二上市地位 轉為主要上市 以確保如果其美股被集牌 他們可以繼續在另一個主要國際交易所公開交易 包括兩家石油公司在內的五家大型中國國企 最近分別採取行動 自願將股票從美國退市 這五家公司都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不合規公司名單上 16日,歐盟領袖經過數月的爭論後終於拍板 採納對跨國企業貨徵全球最低百分之15企業稅的計劃 近140個國家達成這項理程碑協議 目的阻止各國政府競相壓低稅率 以吸引全球巨型企業投資進駐 據法新社報導 此前由於有成員國提出反對或出手阻撓 在歐盟實施最低百分之15企業稅的日程延遲 在16日的峰會上 持反對意見的會員國經協商保持監默 最終使得協議通過 將在明年年底在歐盟生效 歐盟經濟事務執委簡提下來說 協商的達成代表歐盟向稅收公平 與社會正義賣出關鍵一步 全球最低企業稅率是解決全球經濟挑戰的關鍵 路透社說 推行全球最低企業稅率是為阻止跨國公司 不管銷售收入來自哪裡 都將獲利和稅收轉移到低稅率國家 而來自藥物專利、軟件和知識產權使用費等 無形資產的收入已經越來越多的轉移到這些核區 使企業得以避免在傳統武國支付更高的付稅 中國商務部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顧寶智 曾對第一財經表示 提出設定最低企業稅率的國家 積極支持的國家會獲利 會成為人家 因為這些國家的企業所得稅率 普遍遠遠高於15% 實施全球最低15%企業稅 對這些國家有兩方面收益 一是縮小了與其他低稅率國家的相對競爭劣勢 二是有利於增加政府財政收入 而那些主要依靠低稅率吸引外資流入的國家 避稅天堂等利益會受到損害 成為輸家 實施全球最低企業稅率 它們在市場、產業、基礎設施、資源要素等方面的劣勢將放大 對走出去的中國互聯網頭部企業 可能面臨著谷歌、臉書等美國互聯網巨頭一樣的局面 將要在無國和業務所在國 繳納更多的稅 因此 對走出去的中國企業 一定要做好相關稅收規則的研究 做好合規工作 16日白俄羅斯總統府發布信息 普京將於19日訪問明斯克 與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討論地區安全和共同應對措施 觀察家推測 普京訪問白俄將可能使進行中國俄烏戰時出現重大轉折變化 陸媒環球調查局分析 俊利亞叛軍準備赴烏參戰 美國正在考慮向烏克蘭提供外國者飛彈防禦系統 俄烏戰爭將迎來下一波的變數 白俄總統府指出 盧卡申科將與普京進行一對一會談 討論共同應對新挑戰的措施 10月盧卡申科聲稱 俄國可在必要時動用所有種類的武器 暗示可能使用核武 指控波蘭、立陶宛和烏克蘭訓練白俄激進分子 以面對白俄羅斯進行破壞、恐怖攻擊、並且策略兵變 宣布與莫斯科共組聯合部隊 台媒新頭殼認為,實際上俄羅斯一直慫恿白俄羅斯支持俄入侵烏克蘭 觀察家指出,白俄軍隊戰力不足 也沒有實戰經驗,不足以協助俄羅斯作戰 但白俄地理位置特性鄰近烏克蘭 俄軍可能借由白俄基地進行攻擊 甚至將戰術核武前進部署到白俄境內 如果兩國正式宣布結盟,俄軍將可以縮短戰場補給線 同時如果白俄遭受戰火波及 俄軍可以以同盟為由進行報復性攻擊 為整個俄烏戰士增添不確定因素 另據俄羅斯媒體15日報導稱 居住在敘利亞伊德利布省的數十名叛軍武裝分子 已經進入土耳其 接下來將以僱傭兵的身份繼續前往烏克蘭幫助烏軍作戰 環球調查局認為 這批武裝分子絕不是泛泛之輩 估計都是訓練有數 有著豐富作戰經驗,久經沙場之輩 而美國最快本週將宣布提供烏克蘭愛國者飛彈防禦系統 美國提供愛國者 是想更大程度的削弱俄羅斯 另一方面是試探俄羅斯的態度 為接下來向烏提供更多遠程 或殺傷力大的武器裝備做準備 美國商務部將36家人工智慧技術 半導體裝備製造、電腦晶片製造等科技領域的中國企業 立入黑名單,嚴格限制他們繼續獲取美國技術 引發廣泛關注 16日,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 經濟專家謝田教授向本台表示 顯然美國擴大了對中國的限制和制裁面積 他說,是中共極力想爭取在AI人工智慧和先進晶片製造方面 中共最優先想有所突破的領域 當然我們都知道,中共的目的 是要用這些技術用在對人民的監控 和它的軍事現代化、5G現代化 綜合媒體報導 美國商務部15日公佈的黑名單中 有21家中國主要人工智慧晶片公司 9家涉嫌尋求支持中共軍事現代化企業等 包括中國韓武技科技人工智慧技術公司 長江全署電腦晶片製造商 上海微電子裝備、半導體裝備製造商 資深政經評論家吳嘉隆向希望之聲表示 美國的行動是針對三個領域 他分析,一是軍事用途、二是用來社會監控 例如監視器、人面辨識、無人機、三是純粹商業應用 表面是民營企業 但其實做過很多是國家或者政權要他做的事 只要是極權專制的政權都有這個需要 美國看到所謂的中國模式,問題很大 不能讓他這樣繼續下去 中國電子科技集團有限公司也在黑名單中 這個對中國企業的影響非常大 謝田分析,如果美國對這種光刻機 和各種各樣的晶片製造設備加以限制 中國晶片產業公司也無法往前推進 事實上是極大限制了中國在這些領域的發展 對中共將這些高技術應用在監控控制中國民眾 肯定會起到壓制作用 對他們來說有一定的打擊 對中國人民百姓的人權應該就是有幫助的 吳家龍強調,美國對中國公司的限制造成的影響 就是這些中國企業以後必須靠自己創新能力來開發技術 其關鍵毫無疑問將是人才的培養 所以美國接下來會做的是 阻斷中國自主創新能力的一個關鍵因素 不再幫中國培養人才 美國商務部表示 中共自力取得和藉助人工智慧等先進科技 來從事軍事現代化和侵犯人權等行為 美國的最新行動只在限制中共作為 這是10月美國對中國實施全面出口管制後 再次對中國科技公司取得美國技術限制 吳家龍分析,美國不能再用自己的自由市場及全球化 來支持極權專制政權 因為極權專制政權已經證明 他們是向外擴張的 對內是高壓鎮壓的 這樣不能夠在民主自由的國際秩序中 繼續讓它存在下去 美國現在會根據這個基本方針 一個一個領域,一個一個行業做技術禁運 可能還會更多,說不定還有金融上的限制 這次新聞播報完畢,多謝收聽 請多謝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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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請多謝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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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所分享